挂点说明,繁体中文20个字,柯P提到的老店改造计划,原来他也有想到可以利用去国外参访时,当地产业的所见所闻,来加以包装及行销台北市旧有的文化或传统产业。 其他县市长的出国参访,除了写报告以外都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连结,HTTPS,古,GL,DI6GG7内容,老季安清草药铺是萌甲的老店,两年前我第一次来访,灯光苍白单调,靠在斑驳的墙壁是生锈的铁架,摆满装草药的铁桶, 靠着一些老顾客在维持生意,清草茶。是台湾的生活文化,也是萌甲的特色产业,但没有好的包装行销,再好的东西也只能萎缩在社会的角落,所以我要求商业储将老季安纳入老店改造计划。 去年10月,老季安重新开张,以吧台设计拉近和顾客的距离,暖色条的灯光取代了过去冰冷的日光灯,清草也不再装在塑胶带乘金脉,而是有商标的包装盒,有方便泡用的茶包,在商业储的辅导之下。 第三代接班人用新的创意,让这家老店重生,这几年去国外参访,看到了很多当地特色产业的呈现方式,回到国内,我们也要藉由重新。 装潢,包装,行销,让传统和现代对话,寻找彼此契合的模式,来延续在地产业的生命力。 目前,万华一代已经有32家老店投入改造计划,我们会继续努力,为台北市的观光价值。 也让台北成为一个优雅的城市,老店改造计划城市博物馆进步价值光荣城市 FB照片 改造前与改造后 HTTPSI 古尔 科姆 克西多萨1 JPG 改造后超级潮的 文清文清到不行 科匹又开始加速多项开战场 要黑他的人脑袋 也要转购快材型茶包 清草茶库耶 这种店很需要文清 与形象来包装 开放科黑崩溃 啊他们还没上班等于等于 所以科粉上班了 仓库便咖啡厅 够潮潮这就跟 全能住宅改造王一样 刚改装好很惊艳 但还是要耐得住之后 长时间每天居住与做生意的耗损 能常年维护好才有用 但纳税人血汗钱花在这种地方 是好过给少数酒 二爽变得好像咖啡厅 歐地纸服 丝不过重点还是其品质吧 但改造后这青草店 你骗我明明就是文清 咖啡厅 XD 构想不错 但成效如何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科黑崩溃 他常有些看起来 很好的构想 但实用性有待考量 CC推油好有坏 在台南看了太多 打着老街改造名号的盘子店 蛮文清的之前的行动派出索伊卧庭 不错改善体质的政策 需要多做 而不是无脑大 撒臂改造后 真的不错 楼上一堆楼捧沙耶 哈哈 很怕 嘿 左秀拉下台 巴巴上班拉 还在等500FD 至少愿意改变 完全没有正机拉推 可是两张图都没人耶 外观变美了 但是重点还是在经营改造后 不错磕黑 两岸一家亲呢 巴巴抓到了科批政策 买票用政府资源 涂利特定商家没用 拉问题还是房价租金 看看香港就知道 清草茶也可以这样玩 哦台南一堆不用捧成这样 人民素质也要改造小资金 很难跟财团化竞争 小店很多都收掉了 特色也消失 这篇推得爆吗 阿北太强了 推认真做事的科批 不要在那里造神 改造后的样子 可能会有很多 网美朝圣打卡楼推认真做事 其他城市已经做很久了 台南的老屋不是政府提的计划吧 北市的由政府发起改造计划 蛮值得鼓励的啊 写妖兽爽推科文者想去光顾 很棒 可是改装老店只能走文青路线吗 希望也可以有传统典雅大气路线的老店 大鱼小鱼饿神父 须必推加油吧 尽力而为这个要出国看 可是好好吃啊 阿北有在用心让台湾更好 结果客人还是去买星巴克推太潮 肯定怎不每间都来任何产业 都有生命周期唯有转型升级才能赋予老店新生命推 图力建商台北有更好码 原字符下化线 原字符科粉其实不是无脑挺科 而是有脑判断科值得力挺推推 强以前老店就是办工厂办商店 现在很多都换成厂店分离推这些老店店面都自己的吧 靠租金租五零年 超潮的这民间都不知道做多久了 白吃科粉没去过台南也去过大道城 把科黑昨晚吃屎吃晕了 还没上班潮帮推便文青潮店了 其他城市做很久靠我怎么没看到 XDD科黑我都有在观察 哦何时能让我幸福啊 这样还叫老店 只会破坏传统特色 哇靠真的有在参访 AXD不错 适者生存啊 政府减税就好 其他别管太多 推 用心在参访 某人去玩就算了 还把偷拍红灯区当做烤茶喝喝 反观台南这种店很多已知用 或还在高调宣传推 但都更比较重要 推青草茶很好喝 不甜 我很喜欢做对的事情 实在太感人了 推吧台位子蛮少的喝气氛 垃圾蓝绿 图利特定店家下台潮报 不白拿领 推推推 有头脑近代党工上班 XD推很棒 可黑 变相买票 台中都直接被火灾 然后都抓不到人 推很好 秀开始了 推原本的也太乱 麻烦将腰后 连扣爆解 追狗雷脑袋 也改一改 台南的很多 快介绍几间啊 各位客观 这就是真文创永乐市场对面那间 不错 喝欧推一堆官员出国回来 只好说 要受赞 阿伯就是赞 楼下开放臭嘴 磕黑用嘴拉屎 老宅重生和老店 重生不同 乐见文青草 茶 柯文哲耍嘴炮 正机开始 柯粉快跟上 推式的 这些不用去国外看 但是你看看其他人去国外带什么东西想法回来 台南很多哦 政府协助还是民间自主 喝黑崩溃开始 开放崩溃走过一趟敌化街 就知道改造前后人潮前潮差超级多 以前没过年是没外国游客的喝过茶包青草茶 很不错 推推改造 但改这样没有原始特色风味了 每家都变身文青咖啡馆 有意义吗 原本那样的店是有多少人会去 还传统风味 捏赞这招就学台南的推科批加油 我们还需要黑店改造计划改装前 真是不敢进门改装后 就很想进去看看了 愿意改善就是好事 一起罚 工厂排放烟的 相关企业乐令停业 超爽科黑来点 https 图 被雷斯夫特迪克我打了一堆字 全部不见 烂莫普特改造后 会不会涨价啊 一颗黑快来崩溃摇 我根本没有要讲收据的事 是人家一直问一直问我才 推想去推 很棒啊很棒啊 啥文青不懂跟文青 有啥关联 多去国外走走好吗 景气不好 小店优势就出来了 土地自己的开销更少 尤其在中小企业盛行的台湾 推科批本宅科粉 科黑党工出来战牙推 出国考察有实质效益 科粉报道好猛 想去看看青草茶 还是有很多人喝的 推这就是证件啊 跟科粉有屁关系 美元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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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好棒赞 暂推一百一十九楼的老屋不等于老店好奇设计费用是政府出的麻推鼓励尝试再慢慢修正不要都不便去过外考察 游玩啊推科批唯一认真是掌我科粉帮推维持的经费才是问题罢给推啦这种特色观光确实该好好处理推奖品质的很奇怪放在那边就那样漂亮品质也可以一样啊全能住宅改造王 当多久了但还不拆师职还敢讲屁话垃圾公务人员文青青草茶非常不错这家不错波浪福草茶为输押不能投票给科批只好推了这对观光应该是有帮助你说难怪一堆人想当他网军荣誉职啊 科粉网军有情推推推推朝科黑扯什么但你主子要是尚未但早营运爽转了推楼下科黑好调见为支柱 科的用心市民都感受得到其他政客和公务员相比之下根本是弱智 难怪那么多人想把科批弄下来不错的宣传本来不太喜欢去蒙甲试容丑乱就现在会想去看看改造后的样子 最近那句希望台北成为一个优雅的城市完全打动我在曼哈顿住过很多年刚回台湾时的失落感真 不不要用文青风格去包装根本没特色真的很大索性还有实在做事的科批持续给希望 现在到文青风潮已经搞到台湾景点名店几乎一个模子了 如果美间店风格都一样我干脆去我家隔壁就好 还在扯拆弹的应该是连Google都不懂得弱智吧 很棒真心觉得再打科就要开放性产业了推做秀了反观资金党执政两年一事无成改完好朝欧推推个产业转型 本来就是这样做 有些文青店东西一模一样是因为搞不清楚自己的历史价值某明代报告内容 要受赞我都想进去喝一杯勒老季安抓鬼台南高雄台中早就在做 台北市能跟着做事很好 马好16年黑暗期根本就社区浩劫 但也别在那无地方使黑其他有做老店旧市区复兴的地方 很落赞推推推推差很大推歪赞推这说几年前的想法矮赞 哦台南有在那呀想去看看还是有古早风拉赞不错 其他出去考察的在干嘛 改成这样大家就会去喝青草茶吗 来去蒙甲朝圣 评价不错呢 难怪那代最近有变漂亮 毕业 肚肉 银